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啊各位 早啊 昨天晚上 什么都没发生 对吧 昨天晚上 什么都没发生 对吧 我们就是喝了个小酒 然后大家就睡觉了 对 欲落无体而已 最后还说自己是什么 小哪吒 你知道你昨天晚上毁了多少棵树吗 够了 那些树啊 够了 不要说了 行了 小伙儿 谁没年轻过 不过大老远 跑来天师府发疯的 古往今来 你确实是第一人 婆娃姐 你不会骗我 你告诉我昨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都看得很累呢 长出来 狗活晚会好好玩哦 今晚还有吗 长出来 我一定会成为艺人界的一个神兽 我看好你哦 看好你哦 那你们 昨天没有拍照对吧 对 妈妈妈 哪能够做嘎吹的事情 录了个像 小子了 我杀了你啊 哈哈哈哈哈哈 华尔姐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无法支持张出兰了 华尔姐 不要理他 他已经记住了禁止杀的全部单数 已经完全被单数迷住了 赵龙你个小子了 给我下来啊 再来我弄死你啊 你弄傻嘞啊 有本事你上来啊 你弄本事小哪吒嘛 哈哈哈哈 你个小混蛋 你听不懂我说话是吧 你等你下来 我一定让你死不如死 哎 喂 那个对等表好像出来了 本次演武大会八强晋级赛即将开始 请观赛人员尽快入座 好 你以为这样 别人就认不出你了 老天师 你 田老 陆老 早啊 哎 孟会长好 老天师 您这脸是怎么了 我最近啊 一直有意自闯一门功夫 没想到昨夜行戏 出点差了 守扬名 大长径受阻 把脸给憋住了 哈哈哈哈 见笑啊 您老好好休养啊 不讨饶了 哎 好 好 冯宝宝 对你萧萧 老天师他们怎么也来了 我前几天比赛他们都没来 今天专门来看宝宝去比赛 哪不成他们真的开始注意到宝宝了 我知道你是掌朱兰的请刀副 不过戒藏你对上我啊 你的工作也该结束了 啥子意思 哼 我的意思是素啊 你嗝屁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醒气啊 怪不得叫醒气 跟醒鼻涕一样 你太恶心了 醒气呢 他专攻人的元神 被击中会短暂失去作战能力 从而陷入险境 蹭你病 要你命 老天啊 我考校考教你啊 场上那个小姑娘 是什么露属 什么门盘 失诚哪家 我还真是瞧不出来了 你说那个姑娘的身法 动作 乱七八糟啊 叫她这么破绽百出 早就应该落败了 可是恰恰她 只能在肩不容发的当口 逃过决定性的一击 昨天出剑的时候 没注意到她的眼睛 你再看看我的眼睛 哎呦 师兄啊 你的眼睛在哪呢 我根本就看不见 再耍贫嘴 我把你从台上给扔一下 师兄 我明白你的意思 师兄近百年的精神修为 早已经没有了一般练气之人的那种精光 你的眼睛啊 乍一看 跟寻常人无异 只有一定修为的人 才能够察觉到 你的眼神之中 笼盗着那种温润神采 这叫 返璞归真 神盈内敛 你们刚才说那姑娘的眼神 也达到了这种程度 她在多大年纪啊 所以我认为她是天生的七家根骨 从她刚才的身法来看 还没接受过任何训练 一切动作都是靠本能反应来的 而且 谁说年轻 就真的达不到 身影那脸的境界了吗 当年那个 你说那魔头 啊 林玉是我的关门弟子 她看上厂了小丫头 我都想冲开山门了 别看见好苗子咱就眼馋 昨天我看见她 就发现了她的不寻常 这就派了下面的人查了厂 她可能是公司的林时工 林时工 林时工 对哪儿都通来说 那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存在 齐大局的林时工 直接从属于大局负责人 有利于公司常规体系之外 是最不可控的一股力量 每个人都能力出众 身份隐秘 却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为什么再 keys 拿着沿着os 踩儿子 knocks 每个人都为伎 好吗 不笠 Cover 咱 Advisory 这宝儿姐的绝招怎么这么短 宝宝 是时候传给你我的秘诀了 啊 对 我倒 看我元气打磨 我都说了没那么容易 每一种异能和招式 都要经过自己独特的行气方式所成 就好比是程序 气是元代码 如果你不知道编程方式 你就根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程序 你要是真的想学准成功机 我可以安排合适的人教你啊 不用了 我晓得毛病处在那儿了 刚才那戏放出的不够多而已 阿卫斯巴斯 没事儿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还是知道对方已拉官哦 一拉官 老天使 怎么回事 你把这个气啊 当作黄金 两国交战 就应该合理应用黄金 这丫头直接拿金钻开对手 你要是换到旁人 早就虚头昏厥了 让你来藏藏废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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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他才发现刑器的特点吗 越死尽速 效果越强 同时范围变小 越容易躲避 这个冯宝宝 怎么能预测潇潇的全部动作 不是预测 他看穿着潇潇的每一次呼吸 就算潇潇想要假的呼吸动作 来骗他也没有用的 因为这个刑器必须要用单条来发力 猴头 胸腹 腰眼等错 都会有细微的差别 勒勤哥 如果你对上这个肖骁 肯定能轻松过身吧 要用法术胜他不难 不过要在对阵的时候 有着这份不动入战的专注 我做不到 再来 调生的 搞定 搞定 秋秋的原神 飞灿了 这几醒器 硬是让冯宝宝给干回体内宝法了 一帮没情没重的小鬼 还好有老夫在场 别急 等他实在不可解的时候 再下去也不迟 老天使 你怎么看正道不嫌事大呀 愣往回吸吗 这丫头傻得真可爱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吸到底能吸多少 我行不行不行 我得下场了 别急 四盘合合阵 这是五侯家的四盘合合阵 这本是原教授斗法中 吸收对方和自己用功后 飞散出的能量的阵法 问题是 怎么才能把飞散在场中的气 给收回来 真是个会玩的姑娘啊 军幻 把你这里的托给我 武三 武四 武三 武三 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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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三 武四 好歹是柔上了 胜者冯宝宝 尊师候选可畏啊 王爷冯宝宝 张凌玉 你还真没骗我 我诸葛家的人久不出来走动 看来有点成了井底之蛙了 二位 既然下场了 就别急着走了 下一场对阵 诸葛清对王爷 到咱们了呀 怎么样 王道长 动手吧 那就来吧 王道长的修为我很是钦佩 可惜啊 总是一副没干劲的样子 是啊 不过 那也要分队什么人 王爷道长 你有点操之过急了吧 这个精力八级拳 我从来就不会小瞧我的对手 所以王道长您也千万别小瞧我 确实 我的拳脚功夫不如您 不过王道长 您当真觉得 屏障着纯熟的太极功夫就能赢得了我吗 你会的可真多呀 跟字 屯纶 就知道没那么容易嘛 竟然完全扛不动 真是尴尬呀 看字 怎么样了 这王道长我看着够呛 他一上来就强攻 跟他之前的比赛完全叛了两人 他这么着急干嘛 差点打到老天师啊 没关系 老天师无所谓 比赛太精彩了 这水气能凝结成高速子弹 这诸葛家的午后奇门着实厉害啊 这是把地盘八卦树发挥到了极致 挂枪为水 五星属水 他这坎子一出啊 水弹就变成降雨了 那看来王爷要不了几招就得办下阵来 那可说不正 赵畅立即平均 两侧 他等 まあ crystal 集合 小 fundo 实际上 我尽快 这个诸葛枪也太厉害了吧 多谢你啊 诸葛枪 要不如你手下留情 刚才那一集我已经废了 不用客气 咱们又不是生死相搏 不过啊 王道长 你是有多瞧不起我呀 其实你也是个术士 对吧 一般人认为术士的所行之事 过于匪夷所思 有备常理 可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术士 才是最讲道理的人 只不过术士讲的是天行之力 是一套常人所无法理解的 世界运转的隐藏规则 只要找到对的位置 对的时间 使用对的力量 就能趋吉避凶 王道长 王道长 在你之前比赛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 你走的每一步都很合理 你所有的站位都抢在了当时的集位上 所以他们几次对你有威胁的攻击 都堪堪被你避过 运气始终站在你这边 我说得对吗 王道长 讨厌 不能跟你这种人做朋友 没秘密啊 我也是抱着侥幸心理 希望在你施展顿甲前胜了你 是我翻二楼 诸葛青 你败过吗 如果不算和族中长辈练习的话 没有 那你觉得你能接受自己失败吗 我指的是那种彻底否定你之前人生的失败 既然大家都是术士 就没必要像其他人斗得这么辛苦 我给你时间 你所谓的趋吉避凶 该怎么选 他们怎么都不动啊 他们怎么都不动啊 真让人意外啊 术士交 顺势而为 朱葛青 我没有半点侮辱你的意思 这话不只说一次 回去吧 朱葛青 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有结论了吗 王道长 我刚才给自己补了一挂 居然只有四字的批语 飞蛾扑火 鲲子 吐火车 鲲子 吐火车 他在学位却使用鲲子法 居然也生无用的法术 找不到任何破绽 李子 司令 训词 小谈恩德 看见了吧 用火来攻击术 不对 你说我啊 越阵越密 不对 是我树来蹈火 不对 不可能 这不是千万法术 不可能 就算是再强的奇门使用者 也不可能不遵循深刻之理 朱葛庆 你觉着怎么样 就此打住吧 你不是看到自己的卦象了吗 王道长 或许我逃不过这一败的命运 或许这一败会击碎我所有的尊严 但有些事情对于一个术实来说 比尊严更加重要 那就是真相 就算要败 我也一定要知道自己败给什么样的力量 是奇门血伤心法 此心法的使用者感官会得到全面的提升 并且能看见常人所不能看见的事物本质 他们是在斗法 斗的旗鼓相当的 旗鼓相当 你们别开玩笑了 哥哥在喷土卫的土核车 被其他位置的土核车压制了 正在离火卫的试验 居然被木习的法术克制了 奇门血向心法 哥 我求求你了 不要再继续了 你们的实力 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上 我不想看到你惨败的样子 来吧 王大成 让我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对字 陪琉璃 你到底干了什么 顺移 这不是我姐的招吗 怎么诸葛清也会啊 这是王道士用的 诸葛清被他控制了 诸葛清被他控制了 这就够了吧 我 输了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 他就认输了 这个王爷居然用树 把诸葛清磕得死死的 你要说书法 这世上还有能超越诸葛家的吗 神龙浮屠出落水 采凤贤熟碧云里 银命风口眼成文 齐门顿甲从此时 老陆啊 虽然没什么人亲眼见过 但是八戚记中确实有一个 风口齐门 幸亏咱没离开龙后山 没看到传说中的气体沿流 却看到了风口齐门 这不就对了吗 诸葛清 快停下 停下 我抓紧停下 快点 我抓紧停下 你听见没有 我原本只打算不挂个大概 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我不是不能接受失败 但就算我要死了 我也不能败得这么不明不白呢 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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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祖神神上 弟子不敢口述会语啊 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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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丫头避着书大人说脏话了 你你你你你 算了 本就不该来 来了清清日子也就到头了 周葛清 你看好了 果然 你也是个奇门术士 周葛清 之前你确实方村乱了 既然知道我是个术士 为什么注意力还只集中在我身上 好好看看这一局 这一局怎么了 这不够是很普通的一 指 懂了吗 和其他术士 踏方位 寻极凶不同 身在这个奇门局中 我极是方位 我极是极凶 时间 空间 四盘的生客 都有我来制定 刚才的比赛中 我虽然没有与你近身 但因为空间受我控制 你的位置也受我控制 我在任何空间都可以接触到你 直击你的要害 随意地波动齐盘格局 四盘的格局 是时间来制定的 你怎么可能操纵时间 为什么不能 时间就是计算万物变化的计量单位而已 对于一个没有变化的人而言 时间也就没有意义 操纵了万物的变化 就等于操纵了时间 我能操纵的 就是这奇门局中的变化 现在开始 这里的引力已经变得和阵外不同 它让小石头落地的时间 将会是一分钟 是不是感到有些热了 风向也有些变化 因为现在虽然是谷雨 但这局中的温度和湿度 都被我改成了大树 你说术士就是趋吉避凶 被天理束缚的人 这话有理 但不全对 你以为你先祖 为什么会被人成为最伟大的一人 作为一个修为极高的术士 他会不知道皇室衰微 他会不知道天下分九必和何九必分的道理 真要是趋吉避凶 就该在故土好好待着 以他的修为 想必更进一步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可他却放弃了作为一个修者该坚守的一切 就算你大势而行 也要投身到乱世当中 只为了去救那个明知已无可救药的天下 为了那个天下 情愿去和天理和大势对抗 明知不可为而为 这就是他那个级别的术士作为 若是一味地趋吉避凶 顺势而为 被天理束缚 那又何必去明理 反正不管懂不懂那规则 反正你我都和一般人一样被束缚着 不是吗 不认为 其他艺人 倒是因为自身过失才直步不前 前辈武侯却因为放不下天下苍生才没能更进一步 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 在我心目中 他和吕祖 三丰真人 这些传说中已经与画的祖师一样 是我最敬佩的前辈 败了 彻底败了 王道长 我认输 王爷对诸葛清 圣生 圣者王爷 恭喜王爷 加油 王爷 加油 王爷 加油 孙兄 加油 孙兄 没关系 王爷 孙兄 过来就是王爷 加油 孙兄 加油 孙兄 防盗长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你刚才的那个竖法 到底叫什么 跟你说够多了 别补着足啊 想知道你可以自己算呢 再找死我可不拦你啊 没想到武当山还有这号人物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这件事你来办 把这个王爷拉动了天下会 初岚 看来你下一场的对手 就是王爷了 别呀 一百个我也不可能打过他呀 爸 这个人实力这么强 我打也打不过他 总不能硬拉吧 我平时怎么教你的 所有人都可以明码标价 只要你知道他想要什么 可是 可是我也不了解他呀 动动你的脑子 出家人最缺什么 当然是钱 有钱谁还出家呀 怎么了 宝宝 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 神来救护平凡不知何为怕 浪迹天涯 四海为家 隐形眉眉独秀人世界崩化 前路浪大 把真人被吓 会学出真相 不过险境多大 这千步之间有风塌 虚无力争霸 自己点人说话 不愿做任何人背景 我来没有人就由我自己来处宅 手中送简单 我迎走单单几层五彩 斑斓的才可以离开人独白说 请不由 谢谢我能有几愿 在我心中存 一身本领在 西河金中魂 我放过背 而去 叫遥望青春 练就我紧张 但随即应变 踏过一眼珠 执念某一天 听见 别放传来 清晰的呼喊 我看到希望出现在你明前 穿过这梦境 把故事订阅 我看透这世界 以风险变 但不断 就连得去 跨越这一切 随便 你 在丟蓝身上的步骤 我坚定写起自己不会退 谁外没瞎话说美 脚尖成双蝴蝶飞 会往身后飘起的泪化 思念迎风向陪吹 我放若背 抱去想要望青春 恋酒我紧张 但随即应变 踏过一眼珠 执念我一见听见 月光传来清晰的呼喊 我看到希望出现在的明显 穿过这梦境 把护士听见 我看到这世界已放心 但不断终练得去 发现这一切 谁来与我成名邂逅 我不在乎 你到底来自何方 随时都握起全头 在批评之上 皆行成永远上着光 梦停地向前走 结果身上受了伤 还是依然放声歌唱 在有你悲伴的地方 谁来与我成名邂逅 我不在乎 你到底来自何方 随时都握起全头 在批评之上 皆行成永远上着光 不停地向前走 就把身上受了伤 还是依然放声歌唱 在有你陪伴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